大家打個招呼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笑點迎人為獨居老人 公益受暖活動站台 Ella心情看起來相當好 完全不受跟前東家華言 談合作破局的傳聞影響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順利 然後後來就發現 其實合約內容的文字 有一點點複雜 那個是很專業的東西 SAG還能喊 目前應該是可以啦 先喊 對對對 因為像我剛剛就乾乾喊啊 我是SHE的 一耶 大喊特喊SHE 但這個名後恐怕成絕響 因為三人在九月與華言約滿後 各自成立公司當老闆 但華言仍擁有SHE名稱的商標權 及歌曲版權 據傳談判四個多月 雙方始終沒共識 Ella首度露面後有苦難言 低調回應合約計畫 也找來最熟悉的律師談判 我們現在有點負荷不了 那我們來請專業人士幫幫忙 那我們唯一最熟的律師大哥 就是張成忠律師啦 那他又在這方面又特別的有經驗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麻煩阿丁來幫忙 那因為阿丁也是非常熟的自己人 然後我們也什麼話都能跟他說 原來是找了Selina前夫張成忠談判事宜 放心交給自己人 因為Ella演藝事業實在忙翻了 現在成立公司還多了老闆娘身份 但目前沒錢新一人 倒是透露兒子進寶很有表演欲望 17歲的我們在那邊 他唱 那 而且他一定要破音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兒子一舉一動比媽媽還搞笑 也讓Ella開玩笑說 如果接實境秀節目一定超有梗 說不定還有可能成為下個新二代 記者 陳嘉倫 李宇涵 她也報導 請問一下